这栋在永和市区 外观看起来相当老旧的建筑物 其实内部是一间新开的韩式烧肉餐厅 老板是75年兹的Eason 从小在永和长大的他 对台湾旧时代文化相当着迷 半年前偶然经过这处 歇业已久的废弃铁工厂 长上的笔迹和锈匙的铁键表面 深深吸引着他 于是决定保存工厂却有文化样貌 并结合他喜爱的韩式料理 打造出这间相当有特色的烧肉餐厅 我就是希望来这边客人 可以被我们的空间吸引 然后来这边吃饭 至少是很饱的很开心的 离开我们的店 然后在吃饭的期间 也可以去欣赏一下 我们当初以前的那种 黄金年代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店内随处可见Eason 刻意保留当初工厂原有的历史痕迹 像是墙上的粉笔记号 老工厂拾起了铁制打卡柜 或是充满凿痕的木桌 加上餐具都是他精心挑选的 复古钢制石器 在这里用餐仿佛真的 置身在武林年代般 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而特别挑选的食材 及自制料理也不含糊 像是店内的猪肉 均使用屏东黑猪肉和活菌猪 烧烤后吃起来口感扎实有弹性 且肉质鲜甜多汁 韩式冷拌面微酸带辣 吃起来相当清爽开胃 店内的饮品则是Eason亲自研发调制 葡萄油气泡饮喝起来酸甜回甘 相当适合饭后解腻 这座已超过60岁的铁工厂 仿佛有了全新的生命 东新闻新北报道